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大家好 欢迎来到凯爷钓带人的频道 我是浩凯 那相信大家看了前面的片段都知道我来到哪里的 就是台中的基扇桥 这个地方也是在网路上算是一个蛮有名的观光吊点 那我在一两年前的时候有跟我同学去基扇桥的上游 就是康桥那边钓鱼 那那个时候就是拉五过鱼拉得很爽 那今天刚好有机会来到台中小玩一下 因为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要12点 那顶多我大概可以钓个一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就看这一个小时会有什么样子的收获 那影片呢拍摄的真的是不容易 请大家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就去看下去 这里那个蓝蓝的那个就是基扇桥 然后呢这一段呢 应该是都可以钓鱼 那我之前在网路上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这边都是草 那看来是它会定期的除草这样子 那看来是它会定期的除草这样子 今天的目标鱼种呢 大概就是无过鱼 然后呢看有没有珍珠寺斑这样子的鱼种 然后看标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对面的话水很浅 然后靠我们这一侧按比较深 靠我们这一侧的话比较深一点点 所以呢可能鱼会常按我们这一侧 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都走到这边来了 我就不想再走过去了 就在这边试一下就好 然后看一下说丢这个水深处 可能待会要小声一点这样丢 或是丢对岸 打看看草边这样子 那我们就试一下 那这个怎么下去呢 我不知道这边有条绳子啊 应该就这样子翻下去吧 不管啊下 OK 直接这样子 翻下来然后 拉绳子 还好这个坡度的倾斜角度不大 然后这鞋子抓地力也还够 就这样子 这样子就走下来了 OK啦没问题 哇看一下环境 对面已经有 几位钓友在钓 哇这个水深 不深啊 都是无果雨老屋 很多老屋 而且都不小只 像我来这种地方 因为我都 不是开车来啦 都是坐车来 或者是 汽车来之类的 然后 吊杆的话 就是用这种 很短的 铝杆 长的 像是两匹那种的 我真的带不了 然后这种短的杆子就是 方便 插在包包里 然后带着就走 好 吊怎么弄好了 这边的话 我看人家 钓的话 他们如果以 珍珠石斑 或什么的为目标 通常都是会 可能用德州 或什么的 因为这边的水草 看起来 是真的蛮多的 然后也怕挂 但是我现在呢 我先 来用一个 这个 捲尾的 卵虫 然后加上牵头钩 先试一下 如果挂底 或是情况有变 然后我们再换 OK 开始 每一段irring 4 6 6 7 10 4 8 終於 咬了咬了咬了 什麼魚什麼魚 珍珠石斑 我釣到珍珠石斑了 YES 哈哈 珍珠石斑我來了 YES 開湖開湖 要出要出 石斑 台中的台中的 開湖開湖 我差點滑下去 珍珠石斑 台中的珍珠石斑 開湖了 台中的珍珠石斑 雞扇橋這邊珍珠石斑 聽說不好釣 給我釣到了 還是說 最近有變好釣呢 不知道 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巴掌大 不錯了 那我剛剛忘記跟大家介紹我的釣竹 因為前面有斷釣過 我用德州釣竹 接一個雙尾的軟蟲 加一個小的驅餅溝 因為太容易掛底了 你看 水啦 YEAH 開湖就是開心 在這種觀光場合 YES 現在開湖了 信心大增 真的 然後 往前走一點點 然後這可能就釣個一兩隻吧 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就撤退 然後 鏡頭前面有人起霧 沒關係 你們就見諒一下 這個相機比較舊 OK 但是這邊 魚真的是很多啦 大部分都是無鍋魚 然後 紅紅那個我知道他們 一般叫什麼芒果 就是可能俗稱之類的 應該是紅魔鬼啦 哇 這邊的魚真的是 非常多 啊 我珍珠石斑的 如果目標是珍珠石斑的話 就是尋草邊啦 跟岸邊這樣子 然後看到 真的很多紅魔鬼 想要釣一隻起來看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再試一下 喔喔喔喔 珍珠石斑衝出來了 夭壽 我知道 他們都躲在草裡頭 所以 大家記得 一定是要 德州吊主 要長溝啦 然後呢 丟到草裡頭他們就會 衝出來 他們動不掉啦 真的 感覺 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 烏鍋魚也 不太吃這樣子 可能要換上 毛鉤或是 瓜子亮片這種的 他們比較會吃 然後 珍珠石斑的量呢 少 非常少 我這樣看來是非常少 然後 這樣我現在 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點 因為 有水草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釣 現在對岸還有一些地方 我再丟幾竿看一下 好 哇 丟了那麼多桿 都沒有啊 不好釣 基站橋之旅 就到這邊啦 因為 真的不好釣 真的不好釣 剛剛也有來了兩個路雅客 他們走過去 也沒有尋到 這樣子 有看到一些珍珠石斑 但是他們其實很怕人 就是 很明顯啦 這邊已經被超爛了 需要非常好的技巧 才有辦法請他們上來 這樣子 那我 前面那隻有可能是賽道 因為脫過草 他就衝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也是 用脫草的模式去選這樣子 當然呢 也有衝出來咬 也有衝出來咬 但是沒有咬到鉤子 所以我覺得 就先這樣子吧 因為這一段 下面好像還可以再往下走 但是我沒有時間了 然後 就簡簡單單的探個點這樣子 那記得呢 去追蹤我的IG跟FB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OK 就這樣子啦 掰掰